首先进入今天的品牌新对话 山东作为装备制造业大省 同样通过近几年的发展 山东也成长起来一批具有特色的装备行业新型品牌 山东鲁工机械集团就是这样一家企业 他们通过掌握关键技术和完美的配套服务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品牌发展之路 位于山东莱州的山东鲁工机械集团 是一家主要生产小型装载机 挖掘机等产品的装备制造企业 企业连续十年实现小型装载机销售全国领先 产品出口到非洲 俄罗斯 东南亚 南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山东你好 那咱就从这儿说起 我们说起装备制造业来说可能都说的国外的德国 可能一个小螺丝都有自己的技术含量 那我们的技术核心的地方在什么 包括我们的这个连接的部分 甚至我们的液压系统包括我们的传动部分来说 然后我们公司其实都是有我们公司的特色的 就是包括这些变据器 就是一个就像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的汽车的这种变速箱 我们其实也都是定制的 是市场上都买不到的 我们从研发人员来说的话 然后把这个东西简单化 也就是来说的话 我这个一推它就是往前走 一摘挡它就是不走 那么一往后倒的话它是倒挡 包括一个高低速 就是来说的话 很快别人就会上手 你在以前不开车 不会怎么样 很快就会上手 那一次我这样的人马上能开 对 两分钟就可以学会 真的吗 那一会我们试一下 接通电源 对 接通电源以后现在在一个通电的状态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一键启动 然后正常行进过程中的时候 就是先挂高低速你现在送油门 你现在踩油门就可以 就可以走了 对 然后后面正常打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是起降翻斗的 要加油门吗 这个的话正常的时候要带一点油门 带一点 我试一下 往后 这儿起来了 好 这个是左是收 收货 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 好 行 那我可以可以动了 可以走了 还好 还好 其实坐在这个地方 如果放松的话 我觉得舒适度还是挺高的 比我想象的要舒适 舒适很多 现在我们对这个座椅 这一块也都加了感谢 以前的话 座椅比较硬 因为现在它这个产品的 工作的路况 它一般不是特别好 凭借这些关键技术 山东乳工 让小型装载机 由原来的操作复杂 变成了今天的简单一学 当然 要想占领市场 单凭操作简单还不行 产品还要有适应市场的性能 产品的研发创新 此时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肯定是研发 和刚才产品迭代更新 可能是我们投入资金 和投入人力物 是不是最大的 对 就是我们每年会推出来 很多的新的产品 就是来说的话 我们搜寻到很多的 客户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们到底想要 什么样的产品 怎么搜寻 就是我们会问客户 然后包括我的代理商的话 也会询问 打比方来说 你这装载机回去 到底是干什么 那么有可能来说的话 我这个装载机回去的话 我是装粮食 那装粮食来说 我们就会考虑 这星期就会返回到公司 那么我们的研发人员 装粮食 我们可以把斗子加大一点 举得高一点 这样因为它的密度比较低 所以说我们就率先开发出 4.5米的产品 那么其实带动了一个行业 就是黑龙江 然后到冬天的话会出玉米 现在都是用脱力 一小时我们这个车来说的那一款 专门做这个车来说的话 能做三四十吨 三十多吨 一小时 对 就一个人 然后就是 这脱力机出来的这个粒子 就是玉米粒子 然后的话直接用这个接 放到这个 这个货车上 然后包括来说的话 在广西出那个甘蔗 那甘蔗以前来说 怎么能都得人排 现在我们是出了专门甘蔗剂 专门抓甘蔗 专门做这些那个 所以说每年我们会推 很多的新产品 哪怕来说我们研发出来 这东西 现在还不一定会在 整个社会上 然后去得到认可 我们可以作为储备 所以说一个公司来说的话 没有创新 没有新产品的退出 我们来说的话 将面临的就是 慢慢一步一步就会退 退出这个市场 坚持研发创新 对企业来说 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研发成功 可以为企业带来 新的利润增长点 然而一旦失败 企业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这样的取舍 对每一个企业来说 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那我这次其实在 正好刚刚从国外 采访德国的这个 插车的也包括 它的一些这个液压企业 那么他们说 说我们的产品啊 比你们国内的质量 要好很多 可能我们的售价 是你们的几倍 但是我们会用 很多很多年 您怎么看 他们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来说的话 中国制造来说 甚至我们这些企业 做的产品并不差 只是来说的话 为什么我们做 慢慢会做差呢 是因为来说的话 竞争价格的这种 去比拼 我们只要来说 不去在乎这个价格 跟别人的价格竞争 那么我们来说 竞争做是好的产品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并不差 只是来说 就是外部的一些因素 你一块钱 我九毛 我八毛 我七毛 后边就慢慢赔本 最后要偷工减料 那么我们在 守住我们什么的底线呢 就是我们不去拼价格 我们拼的是性价比 而不是价格 但是像我们这企业 为什么能活到现在 因为来说我们 不做价格展 我一直在整个行业中 来说的话 就同类产品来说 我是价格最高的 但是我的发展 也是非常平稳 很好的 有可能在一个 短暂的一个时间段来说的话 我有可能发展 不是特别快 但是从长远 这么多年看来的话 是发展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我们能做出好的产品 在张卢东眼里 坚守价格 不偷工减料 或许在一段时间内 会降低企业利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市场对品牌信任度的提高 企业也将收获到更高的品牌价值 这样的价值 在企业的未来发展当中 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那个时候 还有没有品牌的概念 有 其实从刚开始 建公司第一天开始的话 我父亲来说 就是把品牌 比他的生命更多 只要是产品坏了 不管到任何的地方 只要留鲁工这两个字的话 我们就负责到底 从张卢东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传承 是一种如商经 不忘初心 换位思考 讲诚信 重道义 正是这种精神 造就了山东鲁工的金字招牌 实际上我们的过程当中 是从开始 我们就把质长作为第一 那个时候就建立了品牌的意识 我们如果是想做企业的话 做长远 第一要做品牌 第二要做自己的口碑 我选择代理商 我选择供应商 来说的话 也都是有门槛 首先一点 你的口碑怎么样 不一定会打听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来说的话 你不孝诚父母 作为我公司员工 我不会要 你如果是 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习惯 或什么来说的话 你不可能给我配套 我们要 一帮志同道合的人 有共同理想的人 然后一块做事 而不是来说的话 为了效益 为了利益 做短期的事情 我们要把这个企业来说的话 做得我们对心无愧 那么整个行业哪怕 整个行业没有了 我们也会生存下来 所以我们要 通过我们的这种诚信 包括我们做事的讲究 才会有一个更牢靠的基础 这样来说 我们不管生产什么样的产品 我们都有这样的基础 我们都会比别人多一点上算 传承行业经典 缔造民族品牌 鲁工正昂首阔步 走向下一个崭新的20年 让复杂的操作变得简单易学 我想这就是鲁工机械 畅销全球的关键之一吧